我认为说是不是要担心这个郭董呢 我想这背后的因素我还是觉得说 时机敏感在5月份 它可能就是一个纯粹的这个缴税的一个效应 说真的如果假设 大家看到说今天其实iPhone的事情 如果是不是能够提前一个月 其实对于被货草的提前拉动 其实有一个产业大家看得非常清楚 就是PA 对不对 没错 你看这些PA的股票 真的宏洁科一季可以赚到1.73元 这个是超出大家预期非常多 所以现在反正很多在目标价的部分 都在调高一个状况 说今年最起码看起来 7块钱可能不是 甚至是慢慢漫游到它的供应商 包含穩帽 甚至像全新 甚至还有什么F环宇 FIET这些 都相对把这些PA产业的部分 全部拉扔起来 那PA通常PA跟软板 我跟大家提示过嘛 对不对 通常代表iPhone拉货槽里面 在零组件的部分 要春江水南亚兼职 所以你看到PA的公司 不管是美国也好 不管是台湾的公司 它能够持续的维持一个创新高的态势 没有任何改变的话 那表示说其实iPhone的这个消息 当然传言归传言 其实实际上有其根据 是因为零组件的春江水南亚兼职 来跟大家说明 好 政府刚刚提到 这PA公率放大器 我再请您来解读一下 有好几档个股嘛 全新文貌 宏杰科 PA公率放大器 它是台股在拉回修正过程当中 密室创下波段新高 怎么建议选股呢 其实你也发现说 我刚才强调说 因为宏杰科 如果以获利来看的话 这些所谓的跟PA有关的一些股票 我们看一下它的第一季财报 因为大家都知道 第一季财报的上个礼拜 我完全揭露了 所以完全揭露之后 大家把它放在 你同样一个产业的个股 你也放在同一个天秤上面 秤一秤谁轻谁重 其实很清楚 宏杰科1.73第一名 再过来FIED的1.66第二名 再过来稳茂的0.83 再过来是全新的0.54 然后我想这些公司 其实很清楚可以发现说 目前感觉上宏杰科 因为跟Skywalk走得特别近 那Skywalk又是最强的股票 另外一档就是Avago 所以这两档个股 相对应的股票 你可以发现 从宏杰科开始 然后到全新 然后到它非手机的部分 是下给FIED 所以这几个族群 应该是跟Skywalk走得特别近 因为好像用就拆解报告而言 iPhone的这一个世代里面 其实Skywalk分到的 这个所谓的Quota是最多的 再过来才是Avago 所以你可以发现说 Avago也好 或是Skywalk 是属于最强的两档族群 在PA的部分 在美国的部分 所以跟它有关的股票 就特别特别的强势 从刚才提到说 宏杰科最大的下单子 然后再过来 FIED是非手机的下单子 甚至是帮宏杰科 做所谓的原料工艺的 稳貌全新 还有所谓的 这个封测里面的全智科这些 很可能都会上中下 有一级受惠 因为它找到了一个 最大的所谓的 好的母亲做一个靠山 我觉得是这个样子 除了这个所谓PA之外 这个产业之外 当然其实全新提的好 软板这个产业 无庸置疑 很有可能是iPhone 大家看到说今有八大 其实那个是十一大 那个是哪里来的 大家知道吗 就是凯西证券的 郭敏奇先生他发表的 2015年iPhone有十一大的预测 其实不是八大预测 这个十一大预测里面 大家比较印象深刻 应该是Force Touch 所以Force Touch 其实对什么 对于所谓的软板 比如说4958的真点 有人点名说 6269的台阶 今年第一季业绩这么好 另外呢 3673的TBK 第一季出现一个 大培三块多 是因为业外 能不能够起始回生 其实都要看这个Force Touch 就是压力感测的一个部分 所以这个地方 是不是能够让所谓的 这个iPhone的概念股 形成大盘在有危机的时候 形成中流砥柱 而砥柱大盘的一个跌势 外资的这个期货空单 1.8万口的这个卖页 我想真的就必须要 苹果概念股的表态 也要是近期货空单 在这身 rappelle Stat eager来的 纸�führ的评 thinkers 感谢观看